彰化地检署和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联合签建办公厅设计划 经行政院在106年6月20日核定之后 这天终于办理开工动土典礼 法务部表示相当感谢内务部和国发会快速审核 让办公厅设能尽速动工 未来彰化地检署将面对彰化地方法院和云林演艺厅 临近张南运动中心 为司法同仁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 彰化地检署与行政执行署彰化分署 联合签建办公厅设计划 日前由法务部长蔡清祥主持开工动土典礼 县长王惠美与各级长官贵宾都到场观里 场面热闹喜气 我是在民国72年7月的时候 奉派到彰化地检署来担任检察官 那是我初任检察官服务的地方 你是现在目前彰化地检署的办公大楼 那今天我们办公大楼能够移到这个新的地址来重建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在我担任立委的时候 市长也常常在提醒我 有没有办法来征询 那当时的何永荣和记者就市长提醒我 彰化还有一个地检署 一直没有做改建 所以我从我第一届当委员 就一直追追追追追追 追到第二届 那也要谢谢当时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饼炭 我们的厅法饼炭 我们的次长 以及我们的当时的这个部长也很很很支持 那谢谢特别要谢谢我们财部长大笔一挥 所以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共同 把所有努力的我们的长官再次的谢谢您这样好 彰化地检署新建厅社 为地下两层地上八层 彰化执行分属为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构造物 工程建造经费为15.52亿元 基地位于园林大道旁 与彰化地方法院园林演艺厅 形成南彰化的司法园区 记得雄心彰化线采访报导